每七年进行一次交配 作为世界上最懒的动物 动员为何没灭绝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是大自然最残酷的准则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生物 它们都费尽心思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甚至进化出了很多独特的能力 不过在自然界中 却存在着一种极为特殊的生物 它们并没有参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内卷 对于一切事物都非常的佛系 甚至连吃饭这种重要的事情都毫不在意 甚至能够连续失眠的时间不吃不喝 那么这种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其实这种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算常见 它们的名字叫做动员 长相更是十分特殊 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十分相似 不过它们的体型却没有那么大 而且生存的地方十分隐蔽 很难被人们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 人们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动员的研究 不过研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为了能够搞清楚动员的生活习性 研究人员便开始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观察 结果发现它们基本每天都是一动不动 这项观察实验持续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不过依旧没有看到它们有大幅度的动作 甚至在这段时间里 动员几乎没有过进食的行为 甚至也不急着繁衍后代 将近七年的时间里只进行过一次交配 足以被称得上是自然界中最佛系的动物之一了 动员连续多年时间不进食不交配 它们的生活习性为何如此特殊 要知道 动员是一种对环境要求非常高的动物 它们常年生活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洞穴中 并且对于水质的要求也很高 一旦受到了污染 那么它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生物非常少 动员能够从中获得的食物又很有限 一旦它们开始主动寻找食物 那么就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从而影响自己的生存 因此动员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从主动捕食变为被动进食 因此它们在大部分时候 都会选择在原地等待 有食物靠近的时候迅速捕捉其位置 没有食物的时候就尽量不动 减少自己所消耗的热量 除了进食之外 动员对于交配繁衍也是十分佛系的 在人们的观察中发现 它们六七年的时间里只交配了一次 难道这样不会影响它们的种群发展吗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动员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们没有明显的发青期 只要想交配 它们随时都能够排卵受精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同样和它们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动员能够捕食到的食物非常少 所以它们所获得的能量是有限的 并且在它们生存的环境中 能够遇到的同类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就导致它们降低了交配的概率 除此之外 产卵又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 为了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 它们才会尽可能地减少交配次数 为什么动员的生存模式如此佛系 它们依旧没有灭绝呢 按理来说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自然界中 动员这样一种毫无竞争力的动物 早应该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但神奇的是 它们至今仍旧生存在自然界中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这是因为动员长期生存在固定的环境中 虽然其中能够捕食到的食物不多 但同时也没有能够对它们造成伤害的动物 所以动员基本上没有生存压力 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 就算长时间不动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的虽然动员交配非常罕见 但是它们却拥有着很长的寿命 甚至能够存活上百年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 动员繁衍后代的能力并不会随着它们的年龄增长而消失 所以它们只要遇到了合适的时机 都是能够进行繁衍的 值得一提的是 大部分动物都在不断进化自身的能力 动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不过它们并不是在进化 而是长时间生活在昏暗的洞穴中 逐渐放弃了没有用的势力 所以它们只需要用自己身体上的其他器官就能够感知到环境的变化 不过要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它们常年处于一成不变的环境中 所以一旦将其带出原本的舒适圈 那么就有可能被它们造成致命的打击 如今动员虽然没有灭绝 但是数量却依旧不太可观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污染 造成动员的栖息地逐渐减少 所以为了防止它们灭绝 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保护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